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Python语言编程基础课程 第三阶段 第二部分的后半部分 上节课我们给大家介绍了TAPL 也就是原组的特性 并且针对TAPL和List的对比 给大家看了一些代码的实例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将继续介绍TAPL的一些 不同于List的一些特性 以及给大家做一个系统的总结 来对比一下TAPL和List 这两种数据结构 好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现在需要只创建一个TAPL 并且这个TAPL里面只包含一个元素 创建只包含一个元素 TAPL的TAPL 我们假设叫它为A TAPL 与2 这时候呢 大家注意一点 这是一个TAPL特殊的用法 当我们创建一个只包含一个元素的TAPL的时候 在这个元素之后 我们必须要加上逗号来消除奇异 因为同学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逗号 那我们在这里到底是创建只是一个变量呢 还是一个TAPL 它并不清楚 这里存在奇异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2后面加一个逗号来告诉Python Interpreter 我们创建的是一个TAPL 好 我们再看一个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能不能创建一个TAPL 但它里面的其中一个元素是一个List 我们叫它TAPL中的List 好 假设我们的变量名为MixedTAPL 第一个元素为2 第二个元素为2 第三个元素呢 是一个List 本身是一个List 我们假设这个List里面有两个元素 A和B 好 我们看到这样的语法也是合理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这个TAPL 看一下里面 注意我们仍然需要把这个TAPL convert成Stream的形式来进行Print 好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打印出来了这个MixedTAPL 同学们如果还记得我们上节课说了TAPL的一个重要特性是不能被更改 那我们现在尝试一下能不能更改这A B两个元素呢 好 首先我们要 进入这A B两个元素的index 也就是说我要提取A的话呢 要截取A的话呢 有两步第一步我要截取到第三个元素 也就是说 MixedTAPL中的第三个元素 也就是index为2 里面 里面它本身是一个TAPL 那么我现在要 提取第一个 也就是index为0 那么它是为A 我们假设把它更改为C 同理我们将B 也就是MixedTAPL里面的第三个元素 本身是一个List 它里面的第二个元素 也就是index为1 它是B 我们把它改为D 好 我们现在尝试一下 能不能打印出来 更改之后的这个TAPL 好 我们看到在console上面 我们打印出来了 更改之后的TAPL为C和D 但是同学们这时候 我可能有点好奇 说上节我们不是刚讲了 TAPL是不能被更改的 为什么这次是可以被更改的呢 好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如果仔细观察 这个数据的结构 会发现 其实它是在TAPL里面 套了一个List的结构 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程序并没有本身更改TAPL本身 而是更改了其中的List 这里我们给大家画一个图 来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 首先我们创建了一个TAPL 它的结构大概是这样子 里面有三个元素 它的Index分别为01和2 第一个元素很清晰 所以是一个数字型的 变量是1 第二个元素是2 第三个元素 在它本身里面 其实我们是创建了一个List 大家注意这块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List 分别是A和B 两个字符串 这个List 里面有它自己的 Index 0和1 所以当我们做更改的时候 大家发现 其实我们只是把 这个List里面的A改成C B改成D 而对原先的TAPL本身的结构 并没有做出更改 这个部分 所以呢 其实这个例子只是提醒同学们 TAPL和List之间的关系 并没有违反我们本身说的TAPL和List 系统方面 有哪些区别 和在哪种情况下 适合使用哪种数据结构 首先我们知道了 TAPL是一个不可变的List 一旦创建了TAPL 就不能以任何方式改变它 它们两个相同之处呢 有很多 比如说 定义TAPL与定义List的方式相同 一个是用小括号 而一个是用方括号 TAPL的元素与List 一样按定义和次序进行排序 使用Index来进入 区 它们的方法也是相似的 复数所以呢 同样可以从尾部开始计数 区别是 当我们做更新相关的操作时 有很多方法 在TAPL里面并不存在 比如说第一 不能向TAPL里面增加元素 而且在List里面 而在List里面我们就可以使用 Append或者Extend的方法来增加元素 相似的 不能从TAPL里面删除元素 但在List里面我们可以使用Remove 或者Pop 以及Delete的方法来删除元素 注意这里我们可以删除整个TAPL 但是不能删除其中的元素 两个的共同点呢 是我们在TAPL和List中 都可以使用Ind的方法 来查看某一个元素是否存在于 TAPL或者List之中 那么用TAPL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说TAPL比List的操作速度要快 如果定义了一个值的长量级 并且唯一要用它做 是不断的便利 请使用TAPL 而不是List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 作为TAPL 就是说因为它不可更改 所以可以使代码更加安全 当然它们两个之间 可以进行相互的转换 TAPL可以转换成List 反之亦然 还有一个特殊的用法 对于TAPL来讲 就是一次处多值 比如说下面这段代码 V等于ABC 一个三元素的TAPL 这时如果我们要提取这样的值 我们在语法上可以直接写 XYZ等于V 这时我们就把ABC三元素的值 分别对应的提取从AXYZ中 好 本节课就到这里 我们系统给大家对比了List和TAPL 在下一节课中 我们将给大家介绍新的数据类型 DICTIONARY DICTIONARY 我会有关于AXYZ中的顺客 如果我们可以订阅一下 我们会订阅一下 我们会订阅一下 我们可以订阅一下